大家好 我是辛哥 我現在去摘壹點七彩椒 等下我要做七彩泡椒 這裏種的壹小塊七彩椒 就這種 有的是紅色的有的是紫色的 有些是黃色的 所以叫七彩椒 它很多顏色 我們就拿這種紅壹點的 拿這種紅壹點 這種就熟了 我記得我前年的時候 在深圳打工的時候 有帶兩瓶 我媽媽寄了兩瓶七彩泡椒過去給我吃 然後我就分了點給我同事 他們壹吃就上癮了 說這個太好吃了 他們還說他們那裏都沒見過這種七彩泡椒 可能這種有的地方沒有 就在廣西湖南還有貴州壹帶應該會有這種東西 七彩辣椒我們拿回來把它洗壹下 雖然不是很髒 還是洗壹下好壹點 這個辣椒上面這個桿子 這部分是可以醃的 洗乾淨把它撈出來 現在我們拿去曬一下 稍微把這個水分曬一下 曬乾一點點就可以 放在這裏曬一會兒 把這個水分曬乾一點 放在這裏曬乾淨 辣椒已經曬得差不多了 直接把表面這個水分曬沒就可以了 這個是我準備的一個乾淨的壇子 先把這個辣椒放進去 然後再把我們這個佐料倒進去 這是我剛買的生抽 其實只要放生抽就可以了 或者是如果喜歡麻辣的 可以再放一點花椒 味道更好 估計還要一瓶應該就差不多了 只要曬個這個七彩椒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 差不多 乾淨倒完了 行了 好了我們的七彩芭蕉就做好了 現在只要等十點左右就可以拿出來吃了 只要它這個顏色變得有點發揮 有點黑就可以了 這個說明已經收了 好了 我是辛哥 我們下期節目見